老闆娘快手加入各种配料 有花枝切成条状的鱼板 蒜子 鱼鱼肉燥 还没完还要再加入白虾 油葱酥 芹菜 胡椒粉跟虾猴提味 这样子这样 1 2 3 4 5 五样 最后再咬进一大勺高汤 外加三粒鱼丸 这一道东港人的古早味就大功告成 看看内容桌上 白满满的 每一位顾客来这里 都要点上一碗本汤 先喝糖头 品尝鲜甜滋味 在大快朵鱼挖宫里面的各式海鲜 到当地问他们说 当地有什么好吃的 他们一定会讲 就是第一个是本汤 大概就是辣粿 所以我们一定会来这边吃看看 可以就很大方 就是各种海鲜肉 整碗很丰富很烹排 然后就一整餐就可以这样解决 外地淘客到这里 听在地推荐的准没错 第一首选鱼本汤 因为不光有清爽汤头 当天一大早店家 亲自熬煮的鱼肉灶 更是本汤精髓 让陶客每一口都吃得到大块鱼肉 料比饭多超满足 海鱼肉就是用海鱼肉 都尽量四条在用 如果这里是说饭汤 人家出来说 你们这里不是饭汤是海鱼肉 当地人从小吃到大 饭汤就是屏东人的早午餐 因为是粒粒分明的白饭 加上高汤 当地称作饭汤 但也常被外地顾客误会是海陈粥 就从以前庙会活动 然后大家就煮这个饭汤 然后因为也很方便 把所有的料都加在同一锅里面 然后加饭汤一起吃 古早味榜汤 除了反映当地早期庙会文化 也融合了屏东港口一带居民的美食文化 更展现陶海人的豪迈与热情 地区限定的美食 也让每位吃过的游客都念念不忘